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约翰因为自己脚下踩着地雷无法行走 阿拉伯人就拿着约翰的水壶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约翰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小孩 他拿着约翰的水壶给他装满了水 夜里约翰拿出自己的手机翻看女朋友的照片 想起向女友求婚 但是因为他要出来执行任务 所以女友拒绝了他的求婚 他到最后发现女友录制了一条视频给他 在视频里 女友说自己会等他回来 天越来越黑 各种野兽也都出现了 约翰用枪声吓跑了他们 但是他们却叼走了乔恩的尸体 第二天一早 阿拉伯人再次出现在约翰面前 他问了约翰很多问题 很快天就要黑了 约翰的手机响了起来 上面显示是父亲的来电 他刚要接听 乔恩就出现了 并且嘲笑约翰沙漠里怎么会有信号 这一切只不过是他出现的幻觉罢了 乔恩鼓励约翰让他坚持下去 这使约翰突然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 父亲喝醉酒回到家殴打母亲 紧接着母亲就病重住院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告诉约翰要坚强的活下去 突然 约翰感到肩膀上一痛 一只野兽咬伤了他 他用枪打死了野兽 天亮了 约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他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 这时阿拉伯人突然出现 帮助了约翰 这时约翰才发现 阿拉伯人只有一条腿 阿拉伯人告诉约翰 自己曾经挖地雷 卖地雷生活 但是有一次出了意外 自己的一条腿被炸掉了 虽然他只有一条腿 但是他也在积极乐观地活着 突然 约翰的后背中了一枪 敌人发现了他 约翰赶紧捡起自己的枪 击败了敌军 突然身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总部要求约翰放出求救信号 但是求救信号却在约翰脚边五六米的地方 这使约翰的父亲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鼓励约翰要勇往直前 约翰小心翼翼地迈出了一步 但是这里并没有爆炸 他把所谓的地雷挖了出来 发现原来只是一个伊拉罐 他终于坚持不住倒下了 发出了信号 得到了救助 下了飞机他的女友在机场接他 约翰迈出了一步 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 有的时候还是要勇敢一些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如需原版电影下载 请大家记得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微博 吕哥说电影哦 更多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吧 么么哒 请大家记得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